2023年,不丹决定归还中国1500平方公里的领土 然而协议刚一出来,印度就着急的跳了出来 并表示,这是中国非法侵占不丹领土 中国和不丹之间的交流,印度为何要插嘴? 如此猴急的印度到底是为了什么? 先认的印度总理莫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华疯子 将美国当成自己的亲爹,将中国当成百年仇人 更是带着整个印度政府都坚定不移的走上反华的道路 所以亲美反华就是印度政府一贯的作风 跟着美国一起制裁中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 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印度手段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全国建立起来的国家共有200多克 其中只有16个国家没有和中国建交,而不丹就是其中一国 大家都知道,不丹和中国中间有一条喜马拉雅山脉和尼泊尔一样 要跨过山脉,两国之间就毫无阻隔 并且不丹也是一个喜欢和平共赢的国家 所以中国和不丹之间应该没有隔阂才对呀 要说隔阂还要从历史语音说起 而两国之间没有友好关系 印度有很大的功劳 早在中国清朝时期的时候 不丹还是清朝下的藩属国 但因为清朝的闭关锁国和闭门造车 错过了世界上两次工业革命 在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清华的背景下 清政府的国门被迫打开 自身难保的状态下只能任人宰割 当时割地赔偿就成了常态 在全世界都被英国殖民笼罩的阴影下 清政府对藩属国的宗族关系 直接被西方的殖民体系所取代 而英国官方当时拿出了十万卢比作为诱饵 半推半就的让不丹签署了普纳卡条约 说白了就是卖身系 在此之后 不丹彻底脱离了清政府的管控 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战后所有国家的经济体制一落圈仗 当然英国也不例外 没有办法 英国只能放弃对尼泊尔 布丹和印度的掌控 而这三个国家也随之宣布独立 但因为这三个国家中印度是大体系 就直接当起了老大的角色 顺其自然的 布丹就成了印度的手下 一直到1949年 布丹和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 这个条约宣告了布丹从此之后的自由 虽然印度承认了布丹的独立 但同时也不要脸的表示 布丹以后所有的外交都要听从印度的指导 而这也是布丹为什么一直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原因 2023年 布丹决定挥还中国1500平方公里的领土 然而协议刚一出来 印度就着急的跳了出来 并表示 中国一旦接受 这就不是回收 而是侵占 印度为何这样做 布丹又为何会有我国的土地呢 其实中国和布丹在边界的问题上 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英国殖民同志者为了控制印度 就在中国和布丹之间随意划分了分界线 正是这样的随意 为中国和布丹之后在边界上产生的纠纷问题 埋下来隐患 这中间主要有三个争议点 第一就是西部的洞朗高原附近 那里有两国之间的交界点 第二主要是中部的穆拉萨丁地区 这个地方本来是属于中国西藏的领土 但是后来英国殖民者落幕后 这片地区就直接被划分给了布丹 被布丹管辖 也正是因为这样 这片地区成了现在中国多次向布丹谈贩争取的领土 第三和争意点是东部萨克登野生动物保护区 那里是一个山谷地区 最重要的是生存着大量稀缺的野生动植物 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这自然也成了两国之间重点争夺的地方 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着归属不清的边界地区 所以导致了两国在边界上产生了不少纠纷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 布丹和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讨论 但是谁也不想将蛋糕分给其他国家 因此双方因为这个问题僵持了很长时间 最终边界划分方案一直没有定下来 前前后后共进行了二十几次的谈判 尽管双方已经签订了很多相关的条款协议 来减少边界上的纠纷 但是依旧没有正确的解决方式 好在两国之间一直以一种友好的态度在处理问题 倾平契合的共同商讨解决办法 但是在谈判的过程中 中国有中国的边界划分依据 布丹有布丹的边界划分依据 中国主张的是由自然河水流向来划分 而布丹则是要根据边界地区居民的传统习惯和古迹文献来划分 因为划分的理念不同 所以两国之间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2023年布丹决定归还中国一千五百平方公里的领土 然而协议更易出来 印度就着急地跳了出来 并表示中国一旦接受 这就不是回收 而是侵占 中国和布丹的领土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存在了 中间经过了几十年的谈判 一直没有结果 然而就在2023年4月 顺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 布丹也愿意加快两国在边境问题上的处理进程 双方领导人在昆明见面时 就签订了一份备忘协议 让两国在边境问题上有了重大突破 布丹这样的举动 就是在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 不光有利于边界地区的和平稳定 同时也将促进中国和布丹日后的交往合作 对双方来说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或许布丹愿意这样做 也是彻底看清了印度的嘴脸 因为作为完全不关此事的第三方国家 印度不惜叫嚣着 要在中国和布丹两国之间修建军事设施 以此来阻止两国的向往 甚至还要求布丹出兵攻打中国 不过当时人布丹对印度这样的行为 来了个拒绝三连 最终这场大戏 还是印度搞了个败北 或许正是因为有着这件事 布丹才着急的主动和中国 谈起了边境地区问题 毕竟这样有利于和中国展开合作关系 同时也是对印度丹方面的统治非常不满意 所以和中国一旦解决了边境划分的问题 他们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脱离印度对自己的掌控 要是这样看的话 也不能怪印度的反应这么大 毕竟自己的小弟马上就要没了 马上就要强大起来了 这样印度可是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而让布丹这样做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经济问题 根据数据显示 2022年布丹的GDP在全亚洲排名倒数第一 其交通相对闭塞 外贸方面缺乏严重的合作伙伴 这样的情况想让自己国家的经济强大 难度无疑是非常大的 而布丹背靠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 其中我们也知道 印度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布丹肯定也明白 印度自己都发展不起来 更不要说是帮助自己了 而中国就不一样了 经济实力在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 同时还是基建大国 帮助很多地方达成了铁路修建 最重要的是 帮助周边国家提升经济的意愿也很强 所以不单想清楚这一切之后 才会非常积极地归还中国那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而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